保姆正在给孩子喂饭 对方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 表示不喜欢豌豆泥 保姆赶紧放下勺子 谁知宝宝立马生气 保姆理解了他的意思 感情这是要哄着他吃 无奈的保姆只好把勺子当飞机 慢慢往孩子嘴边送 孩子总算是吃了 不料下一秒就把食物吐在了保姆脸上 女人强忍着怒火没有发作 深刻感受到什么叫钱难赚使难吃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 保姆的太阳穴那里有明显血迹 而所谓的宝宝其实是一个成年男子 还是一米八的壮汉 几小时前 小美从癌症治疗中心出来 因为她的妈妈患癌有一段时间了 高昂的治疗费让小美喘不过气来 刚好在门口她看到有保姆招聘 还是高兴 小美想都没想就打去电话 一听说一天1600元 工作7小时 小美立马答应了 生怕对方反悔 而雇主对小美也没有什么意见 男友很不满 因为今天是两周年纪念日 她却只能送小美去工作 感觉自己更像司机 而不是男朋友 没办法谁让小美这么缺钱呢 男友只能理解 并表示12点再来接她 小美走进豪宅 就看到门上贴了一张告示 上面写着夫妇俩已经出门旅游了 婴儿在楼上 保姆可以直接上去照路 不料小美掀开摇篮里的毯子 发现只有一个塑料假娃娃 这时门后出现一位婴儿打扮的壮汉 腿上全是污秽 巨婴二话不说就钳制住小美 用锤子抵住她的头威胁 让她立刻马上给自己换尿骨 害怕的小美只能忍着恶心呕吐的感觉照做 看着变态一脸享受的表情 小美实在忍不了 把屎胡到对方脸上 然后撒腿逃跑 但小美根本不是变态的对手 马上又被拿捏 变态抓住她的头直接撞到了桌边上 等小美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被绑住 变态表示要杀了她 就像之前所有过来应聘的保姆 小美为了保命赶紧求饶 让对方再给她一次机会 变态暂时放过了她 小美继续照顾 把壮汉真的当宝宝一样 又是喂饭又是玩游戏 这时男友过来找小美 结果一进门就被变态锤死了 在此之前变态还踩断了小美的脚步 接着又要和她玩捉迷藏的游戏 跑不远的小美只能拿刀躲在桌子下 等变态路过时一把割了她的脚筋 再拿了男友车钥匙后赶紧逃跑 不料变态战斗力太强 还是追出来捉住了她 小美拼命反抗 奈何力量悬殊 被死死掐住脖子几乎快失去呼吸 命悬一线之际 小美抽出车钥匙狠狠插进变态眼睛 这才从魔爪中得以逃脱 小美在地上睡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醒来开走了变态的豪车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简单的高薪工作 如果有那一定有问题 当一个人笑的态度会变成什么样 会和这个女孩一样变成面具人 小丽从小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即使同学打翻了她的鱼缸 害死了她的宠物金鱼 小丽依旧对同学露出微笑说没事 还反过来安慰做错事的同学 只因对方成心道过歉了 其实小丽非常不开心 在埋金鱼的时候忍不住落泪 但她已经习惯戴上微笑的面具试人 谁让她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呢 小丽长大后的某天 突然发现自己脸上戴了一个微笑面具 无论她怎么使劲都摘不下来 不管用什么工具都撬不开这个面具 然而面具却带给小丽好运 她被经纪公司相中 对方夸赞她的笑容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 不久小丽就成为了新生代的偶像明星 大受年轻人的欢迎和追捧 大家也开始纷纷模仿她的造型 把发型剪成西瓜头 日常佩戴笑容为瓷器 渴望拥有小丽一样明媚开朗的笑容 但这不是小丽想要的生活 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她 小丽做了一个决定 在粉丝无比期待的舞台上 小丽用话筒向自己的脸上砸去 一下又一下 面具终于破损 小丽以为会展现真容 结果面具之下什么都没有 只有无尽的黑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具戴久了就会失去自我 你永远想象不到 即使变成恶魔 还是逃不过996 人类玩的占卜游戏 就是地狱里的恶魔们负责回答 小丽本是其中平平无奇的一员 工作日常也很无聊 无非就是在女孩们问 自己会不会遇到真命天子时 小丽小手一拨 把占卜仪挪到耶稣一栏 小丽每天的生活固定又无聊 六点准时起床 快速换上通勤装 衣柜里全是清一色的白衬衫 简单方便 小子习惯在吃早餐前看地狱日报 每天都有同事生殖离开的消息 让小子很是羡慕 一个没注意面包就烤糊了 生无可恋的小子开车去上班 遇到了热爱摇滚的同事 小子表示不理解 上班能这么开心吗 到了公司小子开始工作 刻薄的老板时不时来盯他一下 生怕他工作摸鱼 本来小子的陌生毫无起色 直到某天他收到一位陌生女人的问候 女人不向其他人上来就问问题 而是先和小子打了个招呼 顺便问对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小子瞬间被吸引 尝试回答了他的问题 两人便你来我往的拉起了家常 从此小子感觉生活有了色彩 起床上班更有干劲了 面包再也没烤糊过了 路上遇到摇滚同事 也跟着嗨了起来 甚至某天还破天晃地穿了一件粉红花衬衫 小子得知女人最近情绪很低落 因为有一件伤心事发生 那就是她的丈夫去世了 但有了小子的安慰和陪伴 女人感觉慢慢好了起来 小子还告诉他 自己在心情低落时 一般靠谈游客里里来排解情绪 振作起来 还找了份新工作 他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小子 小子也很替他开心 过了一段时间 小子因为帮助女人走出阴霾而顺利生殖 瞬间换了负面孔到天堂报道 现在他成为天使了 再也不能和女人聊天 女人来到丈夫的墓前 放了一个礼物送给他 小子马上就收到了礼物 拆开看正是一支游客里里 原来小子生前就是女人的丈夫 但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记忆 小子弹起游客里里 优美的音乐从墓地传出 女人驻足 聆听着来自天堂的问候 这则小故事非常治愈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 磨难有时 但爱让我们不惧前行